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なので緩急阿斯 特ą 杜蕙 他跟我讲,他说他公公,就是盐一辉的这个爸爸 他这个人平常他是喜欢享受生活的人 他没事喝杯小酒啊,唱个小曲啊,泡个三温暖啊 所以他是很懂得生活享受 泡个三温暖,喝个小酒,在我们现场都没有办法 今天给大家一份礼物,恕我冒昧的请求您 来给我们一对小曲好不好 那个就是戏里边有一段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其中的一段叫做工 这个其实说这个前言就是之前是我老婆她教了我一点 因为她在以前学过这花旦 我们没事儿早上逛公园的时候她就教我这一段 好,来 好,来 好,厉害 现丑,现在 其实这个在我们现在都会去太难听到了 其实你们两个对于可能小时候 这个以前如果有在眷村附近的人 就会比较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对不对 那没有跟我一起回想一下 有时候听到邻居有类似这样子 很一情一性的这种哼曲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那个画面都回来了 以前小的时候我们进到村子里面 那个画面隔壁在打孩子啊 这边在包水饺啊 对门在干嘛呀 这个太好接近那种真实的生活 这种感觉都回来了 真的 其实这就是过去我们在台湾社会当中 大家会讲到的一个人情味 但是虽然说人情味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会发现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自尊心的 在这出戏当中 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米可白饰演的金银师姐 在这一段有一点点好像是 因为不是跟这个婆婆隔着一层肚皮 不是怀胎十月生出来的 再加上跟自己的先生有一段 这种好像冷淡的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是感受有一点点为难对不对 看到自己公公生病又想帮忙 又怕被拒绝之类的 当时候你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我当时一直很想帮公公就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 虽然是里面是感觉是公公比较生病很难过嘛 但是有一段插曲是我要为公公吃粥 然后刚刚有take公公的这个大特嘛 但是因为我拍戏的经验不是很足 所以他有个动作是公公要一波一手一推之后 我那个粥要滑出去嘛 我就为公公吃粥粥 公公就一推然后我就手滑了 然后那个粥铺了它半面 所以我就印象超深刻 对班哥超不好意思的 没有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其实都是经验 因为我们以前拍动作片拍的蛮多的 无瑕片什么 都会知道借力使力这种东西 一波可能我不会照着你拨的方向 我就照着我自己的方向 好 还有借力使力还有更多 还有更好笑的人 更好笑就是除了泼沟工作之外 有一次婆婆她就是昏倒了 然后我就说婆婆你怎么这么这么 我赶快帮你叫救护车 刚好我的车没寄了 我就压了婆婆的肩 我都觉得我应该是有点胡闹的 当场我的脸上五条线 对 蛮有趣的 有时候那个反应过来 会很直觉本能性的对不对 可是从镜头看来就说 这可能要重来 要重来这样 其实因为大家演戏的经验 都各不相同 但是我想从刚刚 从米可白的这个对话当中 有提到说 真的是现场有两位资深的 前辈会帮助不少 对对对 就是班哥跟季霞姐都很照顾我 我知道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所以我就想说为了贴近他们 我就说爸妈 马上大叫爸跟妈 马上距离相近一半 但是这个阶段的话 就会看到说 因为自己的先生生病 行动不方便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感受到 其实夫妻夫妻到了真的 牵手那么久的日子之后 突然间这个太太在心目中 在先生心目中的分量 此时此刻好像提升了不少 对不对 当然 因为这个阎爸爸 之前都在军队里面服役 他都很少回家的 其实这个整个家都是 阎妈妈一手撑起来的 好不容易盼到阎爸爸退休了 总是希望说 有一个人可以 有一个肩膀可以来替我 承担一些重量 但是这个阎爸爸是非常 非常浪漫 很会个人享受的 泡汤 喝小酒 时不时就 自己就出去享乐去了 到后来阎爸爸生病的时候 他没办法行动 没办法言语 其实这个阎妈妈非常心疼 但是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年纪大了 他还要再来照顾这个阎爸爸 其实他很希望有一个替手的 但是阎爸爸他又不愿意 对 所以这个时候媳妇 他很想伸手出来帮忙 但是又插不上手 所以他也很为难 了解 所以其实后面生病的时候 这一种维持自己自尊心的态度 其实感觉上人员都会有 其实这个心态 我真的是蛮彻底的了解 因为我父亲当初卧病在床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的人就是 不要说媳妇了 就是连女儿去碰她 她都会觉得很尴尬 那到最后她是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她的身体的状况 没有办法去拒绝了 她才勉强接受 但她对她一个大男人 尤其这种军人 她心里面还是很 觉得很难过的 了解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 大致上都会有一个关卡要过 平常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一生病都要夹他人之手 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 坚持要由自己的太太来 不要让自己的媳妇来碰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会看到静怡世界 她有她的坚持 要去融化这一对公公婆婆的心 让她可以静一点笑道 其实这一段还蛮感人的 会不会因为这一段又跟自演先生的关系好一点 我们一起来期待继续看下去 请大家明天持续收看 感恩 我们下次见 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好有的地方 有那个样 走两步 哎呀 当初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呢 看到剧本里面她必须要唱几段斯郎泰姆的戏 所以我问了几个好朋友都是俱笑的 每天早上跟我老婆一起过公园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开始听 也许听了两个乐我觉得真的很难学 太 太静怨了 太担心了 但是真的她要是叫我不唱了 不是说我们一般人能唱就唱 她算是我们中国的歌剧 让我看班哥非常用功 认真的把那个一直反复的练习 现在戏里面也许才胆转的一撇而过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令我佩服的地方 我们其实想家 想家的时候 有什么时候在被窝里听着 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面 眷村里面 有的是在听京剧 有的听玉剧 有的铁板快说啊这些的 那她会写到这个京剧 我想这个角色应该是就是喜欢京剧 所以我想说既然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把京剧学一学吧 会比较合适贴切这个角色 到了现场 你要是都准备好了 你要说那我们要唱这台戏 啊你不可以唱 人家只有佩服 这个演员就是这样 要多准备一些东西 一段时间在发布主场 因为以前玩过被 该吓死了 下次我们来唱一首歌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and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哇你上班到这么晚啊 好辛苦哦 你缺点什么味 哦 哦 老妈刚刚讲说 但是表演 耶 哈哈 一句吧 我们就是比较夸张一点 对哦 刚好也完成我的心愿 对哦 人前人后不样 好 这就要让他把你操 在那个 这算是我们弄一下 又是一下你的 像现在还差好两条 像现在还差好两条 像是比赛吧 然后背后就是 费力 成刀 不喜欢范薯 但是在他面前一种 范薯你好 然后一转我就转 是个人真 一直在告诉自己 一定要这样子变脏 哎 好 快 你们夹真好 好 快